快速存取工具的应用 对我来说,其实 这个按钮很重要 叫标点符号 可是它预设不是住在这里 按音乐键,我们把它移除掉 你的握的一开始只有这三个 它在哪里呢?如果要加标点 就不要加顿号的时候,选哪里选 插入移到这里来 符号在这里 比如说我要加顿号,如果要加刮符呢? 点这里,我再加一下 从这里选左刮符 那右刮符,这边右刮符吧 点在这里 这时候再点这里进来 点这里进来,其他符号 你刚加的左刮符 所以就跑一位置 再把右刮符点这里再做插入 所以有时候我们是这样加的 左刮符,右刮符是这样加进来 那对打文件来说 标点符号其实很重要 那你想哦,假设我现在在编这里 要加入标点符号 又得点这里再跑到这里,好远哦 所以你可以移到这里来 按右键做什么 把这个按钮 新增至快速存取工具列 就在这里啦 所以下次不管你切到哪个标签 做完什么,我这里要加符号 就从这里点最快 所以在Word来讲 你应该把这个按钮放在这里 因为它使用几率太高了 对啊,有时候比如说在这里 我想加个什么逗号巨号 从这里点最快 就不用点这里再移到这里 然后再去找 然后编到这里来,又得点这里 就移到这里来 那如果说你最近都要加什么R呢 移到这里来,按右键 也可以把它加到这里来 这个就是什么R 哎,老师我想加表格呢,按右键加 如果没有用呢,按右键就可以做移除 这个地方简单说是黄金地段啊 不管我切到哪里去,它都在这里 至少要把标点符号 这个符号放在这里 那再看一下哦 那符号在家有点讨厌啊 比如端午节,这要特专用名词 我想加左瓜午呢 点来,我想加这种哦 点起来后,那点在这里 结的后面再进到这里来 它没有右下角呢 右下角像哪一个啊 其他符号,再来点右下角给它 再点插入就可以加进来 就可以针对这专用名词加瓜午 来,各位试一下哦 第一件事情就移到插入边 来这里,把它加到哪里 这里来